好 浪漫殺 今天的挑戰者有 凱樂 莎莎 偉敬 樓俊碩 豐田 吳越青 痘痘 小賴 林彈 派翠克 在經歷兩場激烈的獵人局之後 誰會成為今天 浪漫局的關鍵角色呢 來 確認自己的身份 OK 天啊 政策 拉丘 原來 說我哭得 我們先是全靈掉 我們先是全靈掉 我們先是全靈的 我們先去買一架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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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不要 我們先去買一架三個 当人是杀人 当人是你 女巫新人 她被杀死 你要救救她 你要是救救票吗 要是救救票吗 女巫新人 预言家的新人 选择要考验的对象 预言家的新人 猎人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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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真的 其实是神秘 天亮要是真的 昨晚是安劣 第一号 開始完了 我覺得剛剛在翻牌的時候 大家看起來都滿正常的 但我覺得10號 她的戲做得太滿了 她一直用這樣子 一直這樣看每個人 結果眉頭皺得太緊了 我覺得有點奇怪 但其實她看起來都很正常 而且我1號也沒什麼資訊 就先這樣 過 好 我是2號 我終於不是狼人了 各位 我真的是一個好人 真的是一個好人 所以我非常的放鬆好不好 幹嘛 我真的很放鬆吧 你幹嘛這樣 9號應該是好人吧 因為感覺她剛閉眼睛 然後 就是閉很久 應該是閉眼玩家吧 我不知道 好 我是一個好人 過 我是沒有看到10號 還是如果等一下後面的人 有看到10號的話 也可以說說 1號的資訊可否參考 然後因為1號現在當然有進步 所以先放在溫豪區 然後2號剛剛表明說 自己終於拿到不是好人很放鬆 可是我看起來沒有那麼放鬆 所以也先放在溫豪區 對...然後你保了9號 所以等一下我會著重聽9號發言 我很專心的紀錄了 剛剛3號基本上就是 把前面2號的人複數一次 然後1說10的戲太滿了 那其實我剛剛有稍微覺得也是 小緊張了一點點啦 但我不確定那個戲太滿是因為 因為我沒有跟他玩過 到底是因為來自於他的緊張 還是純粹就是他有戲 2號剛剛保久 我也會考慮一下這件事情 考慮 我也會考慮一下這件事情 好 首先1號剛剛講了10號 他的表情怪怪 然後他 然後1號剛剛發言的時候 覺得有一點很快 感覺很快講完 就趕快過的那種感覺 是不知道是緊張還是 怕露出什麼 懶樣怎麼樣... 只是現在有一點懷疑1號 那2號... 怎麼辦 等一下我... 我... 好...我跳... 我剛剛救了2號 但我覺得剛剛2號的發言 我覺得很懶 所以我現在很困難 我剛剛救了2號 但是他的發言卻... 有一點...不好 我是牛 剛剛救了2號 這是一個資訊 過 剛剛這樣聽下來 1號跟... 他打狼人的時候 其實他打狼人的時候 他會表現很緊張 我覺得他剛剛那個 踩10號 感覺起來算鬆 可是我不確定 因為他是1號位 我先打一個問號 2號在我這邊看來 反而會覺得他是個好人 因為他突然保了一個9號 9號沒有發言 他保的那個點也很奇怪 我覺得他可能是一個... 我不知道 我覺得 他應該是有資訊的人 我覺得他會是一人家 因為女巫會有這樣的資訊 可以去保一個人的 除了女巫以外 他去救了一個人嘛 他救2號 所以他有這個資訊 另外一個就是 晚上有一個查驗的人 所以他才可以去講說 9號覺得是好人這件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他的位置 因為我怕等一下 後面有人把2號票出去 所以我會覺得 2號位置在我這邊是 是好人 是預言家 反正你女巫跳了 所以他們等一下是2跟5 會選一個頭 選一個刀 所以我就覺得還好一點 然後這樣子 1 2 5是好人的時候 3 4我覺得會出一籃 因為我覺得3號現在很平靜 我現在其實已經看不太出來 3號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所以我在這邊打一個問號 然後4號剛剛其實沒有講 什麼太多的發言 你又講了那個什麼2號 剛剛那個保9號去參考一下 其實這個事情其實還滿... 我覺得是一個滿大的資訊 對 因為我怕等一下風向亂掉 所以我不能... 所以我覺得不要挑到2號 6號 你講了非常多 可是我覺得你剛剛發言 很多很怪的地方耶 你... 我們沒有人要把2號投出去啊 你怎麼... 而且它是女巫的飲水 我們怎麼可能把一個飲水投出去 然後你... 你點出他是預言家 如果一個好人 怎麼會把預言家的位子 跟預言家的身分點出來 所以我覺得6號 你這一點非常非常奇怪 但是因為這個輪次出不到你 因為我才是預言家 我剛剛... 因為我在看大家那個表情 名牌的表情的時候 我看到10號 它的掛像非常重 因為他一看牌 他是皺眉頭馬上放下 他是皺眉頭 然後在看每個人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 因為我拿到預言家牌 然後我想說我等一下 到底要不要查他呢 因為畢竟他很少來玩 那如果他是茶莎 他就玩不到了 可是他真的是一隻狼 對 他是我的茶莎 我覺得他等一下應該會起跳 因為他最近學了滿多新招 他等一下應該會起跳 但是他是我的茶莎牌 然後剛剛前面聽過來 我覺得有採石的 我有特別記一下 因為10號是狼 所以1號也採石 還有4號也採了石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人 我會覺得1跟4裡面 可能會出狼 因為通常有可能是玩狼咬狼 就是他們比較有視角 然後還有6號剛剛的發言 真的不太好 講得真的超多的 對啊 我覺得有一點奇怪 有一點慌 有一點緊張 然後5號他跳了一個女巫喔 其實我覺得 因為反正他們等一下是殺我 他們不會殺到你 但是你等一下 你下一輪 你就一定要想你的毒藥 要怎麼用 因為你已經跳出來了 他們應該會往生開始到 如果是狼王也沒辦法 但我真的是查殺他 好 我是預言家 過 好 後發言 對 我先講一下 剛剛在看牌的時候 我是覺得 4 6 7稍微偏怪 就是在看牌的時候 但因為我為什麼會採7 因為7其實是我們所有人看完牌 他最後一刻才看 所以呢 我想說聽一下7號的發言 但他剛剛跳到預言家嘛 那假設我先信他的狀況之下 那狼坑就是石叉沙嘛 那剛剛其實女巫跳出來的時候 我其實滿想把2號 放在狼的位子的原因是 他剛剛說他不緊張 可是你臉整個超紅到爆耶 超紅 你的兩頰那... 紅到中 我很不緊張 超紅 然後... 因為就... 因為女巫... 我也覺得女巫有點太早跳 因為其實你要跳 就得確定你的毒藥要灑人 不然一定是先刀你 那2號會不會覺得我自刀 所以我才跳出來講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 我會覺得是合理的 假設你今天自刀 你才說我很好 我不緊張 因為你知道你自刀 自刀... 所以我這樣稍微串起來 我覺得2號在我這邊不好 除非7號是假預言假 但他是真是假 我覺得下一晚會有見真相 如果10號是狼王喔 他沒有帶7號的話 女巫就可以把他堵掉 因為狼王沒有必要 沒有去帶預言假走這件事情 他到底有什麼 如果帶5號也OK 那就是代表你的位子 下一天一定會證實嗎 因為第二天不可能 你還可以流渣 所以這是我對7號 我覺得是下一天 可以證實的這件事情 然後1號我覺得他狀態偏鬆 所以我先放好 那他剛才10號 10號的表情 我的確是看了一下 他看盤是這樣很... 睜大眼睛去看大家 所以他如果沒有發茶 殺到10號 我其實是信10 那時候我覺得10號是偏好的 但我等一下就看10號怎麼辯解 那2號剛剛發言我放狼 我先放狼 雖然他是飲水 但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那3號我覺得他今天發言偏陽光 所以我先放好人區 那4號我覺得4號不好 我覺得4號不好的原因是 但4號 你講123 就一樣你也是廢話 我覺得4號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太大的資訊 所以我狼跟240 如果我信7號這個點的話 240 我是先放狼 然後6號 6號發言滿怪的 但我先撇除 就容錯率可能是6吧 那2去保9這個原因 我也想聽9怎麼辯解 那目前聽完 我覺得240 我懷疑比較大 好 我是9號 那我先來講2保我的時候 我心裡面在想什麼 因為他保我的時候 他說我感覺像是一個 就是必演玩家 那他等於是在幫我 就是直接講出我的身分 說我是名 那我覺得如果你要保我 你可以簡單保就好 可是你卻是 然後我覺得他是一個 全程必演玩家這樣 我就會覺得 但是女巫說 因為2號是陰水 可是女巫自己也在懷疑 2號的身分的時候 6號就馬上跳出來說 他覺得2號是有資訊的人 所以希望我們不要把2號漂掉 6號擔心的點是 因為女巫自己都不認她的陰水了 他擔心2號被我們後面的人 再不相信的話 2號有可能被投出去 所以他丟出這個意見 雖然我覺得他在抿 他在直接抿2號 是預言家這個身分 我好像也覺得 是不是有點不太好 因為已經女巫跳出來了 然後你又抿一個預言家 但是因為輪次的關係 狼人只能先帶一個走 就是狼王直接帶一個神 晚上他們又到一個神走 這樣是最慘的情況 所以我大概懂6號的擔憂 然後因為6號在講2號 是預言家這個身分的時候 他說我覺得2號很像預言家 他應該是有資訊 然後一臉ㄎㄎㄎㄎㄎㄎ 就是一臉ㄎㄎㄎ 然後不知道他手在亂寫什麼 就很ㄎㄎ 就想說你到底是真 你是預言家嗎 還是你真的是 我不是預言家 他講我預言家 好不好尷尬啊 我不是啊 這樣子嘛 我一直在思考他情緒到底是什麼 然後當7號跳出他是 預言家的時候 2號完全沒反應 如果2號是預言家的話 7號跳的時候 2號應該要有一點點臉部的 一點表情也好 但2號完全一樣就是在看戲 所以2號的種種反應 會讓我覺得他很怪 你看他現在在也很怪 就是 然後 不是 7號 7號剛剛在講他的言論的時候 2號也就頻頻點頭 就是他也是認同你 這個預言家的言論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6號你覺得2號是有資訊的話 那你應該可能明錯了 因為2號種種的一些回應 他一定都太怪了 所以我現在 我一開始看完牌之後 我也有跟10號對看一下 他就是 就是細感很重這樣子 那1號有講出10號細感很重 是 我有看到他1號在笑10號 就是看完牌之後 1號就盯著10號看 他就會有點這樣 笑了 然後就天爺請閉眼 所以1號 把這個事情講出來 我覺得他應該偏好 因為他把他剛剛看牌之後 所有的行徑 就是我看到10號很奇怪 然後我決定天爺要講10號的這個東西 全部都表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1號偏好 2號就拐 3號我覺得他在這一局 講的偏好 4號也很怪是因為 剛剛6號有 好像我把4號擺進問號還什麼之類的 然後4號就有一個 就是一個很假的一個皺眉 這樣轉過來好像 怎麼會懷疑我的那種感覺 就是感覺又有一種細感在身上 所以我的狼吞可能是 240 然後我這一局要票的話 應該就先走7號 預言家的茶沙吧 對 過 10號發言 逗逗真的很厲害 就是我跟他玩過很多次 他不管當狼還是當什麼 他都是一個可以非常 就是演得超好 就算他是狼走 他也可以演到他是好人拚命走 預言家跳得不錯 為什麼我會很緊張 因為我第一次上節目拿到預言家 所以我想要好好的看清楚大家 然後結果他 我其實這一晚不想要 原本不想跳的 因為我昨天晚上查的是2號 為什麼要查2號 因為他說他每晚都會拿狼 然後我就想要看看 他到底有沒有拿狼 他沒有拿狼 他是好人 所以我就想說 我原本不想跳 因為我查到一個好人 然後女巫也跳了 結果他就直接踩我 所以我不得不說我是預言家 那... 真的 我真的是預言家 我真的有點緊張 但是2號是我的精髓 然後7號就是 我覺得7號有可能是狼王 因為他打得那麼明顯 7號應該有可能是狼王 但沒關係 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會走7號 7號這邊就是一匹鐵狼 那第一個 剛剛踩我的是14 然後149 也有說我怪 那當然就是只有可能 因為他們聽信的7號 是預言家的成分 但我真的是 我才是原家 然後 我剛才就覺得6號為什麼奇怪 因為6號如果你是好人的話 沒有必要踩出他 2號有可能是原家 那2號這邊真的是好的 你怎麼會知道他是好的 所以 6號跟7號這邊 都進入我狼坑 然後7號 我覺得全力出席 對 我 請大家進行投票 1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怎麼辦 我有點看不懂 但是我剛剛覺得這樣聽下來 我覺得6號的發言 剛剛的確有很多反覆 讓我聽不懂的地方 然後所以我現在如果 就是要猜誰是狼的話 我可能就真的會猜6號 然後因為我剛才說10號怪怪的 但我覺得他真的就是狼 覺得他就是 所以我看不太出來 但我是好人 就這樣 謝謝 過 3號發言 1號妳剛剛丟水包丟10 然後妳剛剛發言又說 妳覺得10號是狼 可是剛剛票的時候 妳卻沒有票他 對啊 是為什麼 原本在問號去 5號應該就是真女巫吧 應該是12號 2號應該是被5號讀的 所以10號保 2號精選 我覺得應該是讀對了吧 所以應該剩兩人吧 我覺得... 我覺得6號剛剛一直立保 2號確實很奇怪 而且妳的說法是說 妳明初他是預言家 就這麼一個重要的人 但妳卻說出他的身分 然後一直害怕大家票走他 我覺得妳這個... 這個操作我看不懂 然後4號確實滿奇怪的 因為妳剛剛的分析還有妳的狀態 然後8號 9號在我這邊偏好 1號我看不出來耶 所以 1、4... 4、6 農錯1 專業 自己身上 專業 剛剛9號說我太Drama了 其實我不是... 我不是表情很多 是因為我真的很緊張 因為我現在只要聽到請發言 我就... 對不起 那個壓力有點太大 然後剛剛這樣看一下的話 我覺得我跟E3想得滿像是 我覺得6號在一開始 前面大家給的資訊 我自己覺得不足以構成 剛剛把事情講那麼死 如果他講那麼死的話 我就會覺得 他好像是在帶一個風向或是有炸 所以我自己會擔心說 這個位子是不是他其實是狼 所以我有這個懷疑 所以我特別記下來 我先解釋一下好了 為什麼我會說2號的身分 因為我在我位子來看 2號他是非神奇狼的 那5號是在我前面跳的 女巫已經跳了 可以去保一個人說 保一個還沒發言的人說 他應該是好人的 只有預言家跟女巫可以這麼做 因為除非是他救了他 或是他查驗到了他 以狼的視角 如果他今天是一個好人的話 他一定會是一個神 而且女巫已經跳了 就會只剩下預言家 所以我可以直接講出來這件事 因為我怕他被票出去 可是說真的 剛剛我已經有講到我的點 真的預言家在跳的時候 他的表情真的太怪了 所以真的預言家跳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應該是狼了 所以他被... 我覺得他應該就是第二隻狼 然後那是第一隻狼嘛 然後為什麼我剛剛可以講那麼 就是那麼篤定的 去帶一個風向這個動作 因為我的身分是可以自證 我是騎士 我覺得 剛剛講的那些 你也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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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號 四號 是老人的軍事 好害羞 DNA請 四號 好 男人先生 廣告 老人的 всей人 童王 你無義 街露 你無侵畢 我其實會繩植 然後我覺得剛剛 三號在聽到六號出局的時候 他什麼表情都沒做 他異常的淡定 我覺得現在又突然很驚訝 就是我不知道 我覺得怪怪的 然後八號 九號 我覺得他們前一局的那些發表 我覺得滿認同的 所以是覺得三號是不是 現在變很強 然後頭髮也不會亂 所以大家都看不出來 到底現在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 我覺得妳怪怪的 好 就這樣 過 三號發言 我是獵人 我覺得這是一號了吧 妳幹嘛衝我的衣服 我不要電話刪掉 我才不要電話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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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號了吧 就是一號了吧 你才變得好會演喔 你做什麼 我... 就是他啦 對嗎 練 過 很好發言 滿明顯的啦 就一了啦 因為剛剛其實他查練之前 我就想要一號剛發言很怪 因為剛剛他踩十號 然後他第一天的發言是說 我就知道十號就是一個狼 所以我才踩他 這個發言是 你知道你的隊友 所以你才說 我就知道他是個狼 我才去踩他 因為你的水包的確第一天 就去丟了這個十號 因為我覺得你可能 不會丟那麼準 然後你就很準 所以丟到十號的位置 如果三號真的是狼的話 進步太大 太棒了 我覺得一號不好 我會票一 過 應該就是一號了啦 因為一號剛剛說他跳繩子 他應該想不到還剩什麼繩 所以我跳繩子這樣子 他不知道還有剩獵人 這麼精準的詞 我是獵人這樣子 所以他說我是神職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破綻 有點出來 然後加上他第一輪丟水包的石 對啊 因為石是狼王嘛 所以他丟石也正常 可以幫他自己營造好形象這樣子 可是他投票的時候 竟然也沒偷石 可能不知道就是 就是慌亂之中 他都不小心露出一些破綻這樣子 然後因為剛剛一... 怎麼了啦 沒有 我在看他們是誰演的 比較好 因為剛剛三號 我要解釋 我覺得剛剛三號 第一輪 第二輪的反應都很好 他都有在質疑 對的人 因為他第二輪直接質疑一說 為什麼剛剛懷石 卻沒有投石呢 就是他的質疑 都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所以一三選的話 我會無條件選一耶 如果這一局真的錯了 那三號就真的是 就是 我只能說太厲害了 從頭到尾不覺得他怪 對 我就是覺得一講說 我是神職 這句話有破綻啦 要講最後輪跳身分了 我怎麼會這樣 我是明 我還說我是 就一個還不錯的人 這樣什麼啊 我當然就是精準的講說 我是明 我就是明 我是獵人 我是女巫 我是誰 我就是誰 不會講說我是一個神職 都已經四個人了 你還在那邊跟我故弄玄虛 我就是因為這一點 決定要投一的 就這樣 我 請大家進行投票 3 2 1 請投票 1號 何彩是出頭派區 由心學師 請入獲獄 好棒喔 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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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意思 我這個意思 你怎麼會有人啊 不把你身在擋住嗎 太誇張了 還要選這個嗎 沒有 謝謝 好棒 今天來的VV保留 謝謝大家這麼認同 我好開心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棒 妳好棒 妳好棒 好棒喔 厲害 好棒 謝謝 是我的朋友 是我的朋友 我的群 你怎麼會人啊 你老夫把人在長中了 你怎麼會人啊 我怎麼不會玩啊 我的天 妳好會演喔 妳好自然喔 妳好自然喔 因為我一直被網友說 妳不要每次被殺都那麼開心 好不好 妳要敬業 可是我每次被殺 我就真的會喜悅藏不住 我就是... 我就是太日遊了 我想說好吧... 那我這樣子 我要讓大家看看 我就是有再進步 我會玩 太強了啦 妳好會演喔 我跟你講 你看台大姐把身分唸出來 對 然後因為妳沒有講 我想說妳是不知道 我是不會玩 對 因為那個上面有中文字吧 我知道 我知道 沒有啊 好嚇唬出來 中文字 不好意思啊 不是 因為只要他唸出來 我可能就會動搖 我不是那可以說 我怕我緊張 我怕我玩錯 妳真的好貴喔 不可以把我電話刷掉 好 妹妹妳也可以閃我的LINE啊 怎麼會這樣啊 我想說聖誠蔡莫說 是不是 你們剛剛停票再一次 或是都不投咧 讓他們兩個比 剛剛捷運滿確定 應該是一號啦 一號應該就是漏線 好強喔 沒有 因為我覺得凱樂姐 剛剛第一... 就是在投的上一組 她已經先布好局了 她就說她踩她什麼籃王 然後因為騎士宴完 然後我想說 第二天好像又竄起來 就兩天都是合理的 對 合理吧 她很合理耶 而且適合被驗走開 Yay 而且凱樂剛剛這一場 從頭到尾 然後就一直這樣看著我 對 然後想說她應該是好人 她一直想要看著我 到底是好人還是狼人 她真的... 好厲害喔 因為妳力把二號 力把二號 妳有這樣覺得 她好像一直在演一場演講說 妳很吉利在掙扎 沒有怕妳在掙扎 不是 因為我平常都會你們說什麼 就喔... 就是你們對或不對 我就喔... 但是我知道要說 不是就不是 所以我今天是說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你們還是不相信我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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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一直有眼神 跟你們交流耶 不要收到... 不要這樣 沒有他 那就沒了啊 然後投手 對啊 謝謝啦 謝謝... 就你啦 就你啦 好開心喔 謝謝謝謝啦 謝謝喔 阿阿還要選這個嗎 沒有 我選了 謝謝謝謝喔 好的 今天MVP保留喔 謝謝大家這麼那個... 認同喔 我好開心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